再倒入10克的白糖 搅拌开 再倒入100克的糯米粉 加水 搅拌开 再和成面团 把画好的面团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20克的炒面 用开水烫开 再揉虫团 再放入糯米团中 把它揉均匀 揉匀以后 丢一块面剂 放在手心 把它按扁,攀开 包上豆沙馅 再把它捏合 再把它团圆 裹上芝麻 像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五成热,下入麻团 轻轻的搅动,防止粘锅 全程小火慢炸 用入手来回剥团子 在每个团子上 压一下 反护这两个动作 直到把团子炸膨大 炸至金黄 提起膨大 捞出控油 这样家庭版的麻团就做好了 金黄酥脆 各个空心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